中国电信龙头华为 遭美国司法部进行刑事调查 手机设备股受到影响再次大跌 甚至影响了股王腾讯 也跌破了380元 再创今年新低 据报道指出 美国司法部正对华为 是否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展开刑事调查 但目前具体指控还尚未公布 由于这次属刑事调查 美国对华为的指控 可能会比中心更加的严重 消息传出 手机及通讯类股纷纷抛售 手机设备股权限大幅错跌 而主要的客户包括了 华为的中软国际 股价重挫了15.86% 收在5.57元 并发出声明 表示目前不会对业务造成影响 但也将密切的留意发展 华为被调查 使市长担忧 中美角力越演越烈 港股更一度击跌了400点 失手了3万点大关 收盘近再跌了320点 外界传出了华为 放弃美元债的发行计划 并推迟欧元债的发行 后续可能会进一步 利空手机相关板块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 吴康伟专理报道